当我们今天做完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点常用 底下关闭并套用 关闭并套用在第一个功能 第一个功能有听懂吗 第一个功能 请问台北市政府那个沈宝珍听 为什么要放沈宝珍 听得懂我就在讲什么 他对台北重不重要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第一个功能 所以这个关闭并套用 这个功能一定很重要 可以听得懂 其实我要特别跟你讲 我刚刚做那个 我刚你记不记得 我刚刚是不是在这个软体 这个软体里面 我是不是点常用底下的转换资料 对吧 然后他会自动帮我开另外一个视窗 这个视窗其实叫做什么 叫做Power Query编辑器 不是Power BI 听得懂 他会开另外一个视窗 也就是说 我现在要关闭Power Query编辑器 而且套用给Power BI 听得懂吗 他把那个售词通通都省略了 所以就变成关闭并套用 好 这样有听懂这个意思 好 这个按钮你今天早上会按很多次 好 常用 关闭定套用 等一下我们即将这些栏位都会改成正确的 这个资料清理你一定要学会 好 好 那那你看这个 好 好